學運過程當中其實捧紅了很多的青年學子 各界對他們有包有扁 不過這一位現在很多人看到他 有的時候會忍不住笑出來 他就是反反服貌的青年代表王秉中 4月1號他跟白狼一起唱太陽花學運 結果在飆唱中華民國送 因為破音而爆紅 結果來看到的時候 就是他上了伊甸市的節目專訪 我們就當著他的面 就播放了他當天破音的畫面 但是他非常的鎮定 hold住全場 但他hold得住 旁邊其他人沒人hold得住 一起上節目的三位市議員 還有我們的主持人 在旁邊全笑翻了 因為種化民國大破音而爆紅的王秉中 成為談話性節目的熱門人選 節目中直接播放王秉中的經典破音 同樣在節目中的新北市議員陳明毅 台北市議員何志偉以及梁文傑 在一旁努力憋笑憋到臉紅脖子出 都快內傷了 王秉中假裝淡定用著他的北京腔夾雜 台語滔滔不絕的解釋為什麼破音 但是一旁卻不斷傳出議員們偷笑的聲音 落網鏡頭還拍到陳明毅議員笑到流眼淚 不過接下來何志偉議員和王秉中 畫風一轉 爭鋒相對 我問最後一個問題 你很愛我們的中華民國對不對 那中華民國像劉振宏七七行館 侵吞臺灣的土地 像中華國民黨侵吞了很多 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 他侵吞了很多我們臺灣的土地 那你有沒有什麼作為呢 王秉中也反唇相機 之前王秉中和何志偉你一演我抑鬱效果超好 只是王秉中上片各大節目總是禮不開他的爆紅歌曲 中華民國的走音魔舟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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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